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伊朗等国在阿曼湾展开了为期五天的联合海上军演 也跟沙鲁地阿拉伯完成了第一笔人民币的贷款合作 可以看出大陆跟中东国家近期往来密切 而另外呢 美国也在加强跟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将和菲律宾展开在四月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而当中更包含了在南海进行首次的实弹射击 大陆日前成功促成沙鲁地阿拉伯和伊朗重新建交 一起国际震撼 如今大陆与中东国家又有新合作 中方派出南宁号导弹驱逐舰参演 主要参加空中搜索 海上救援 海上分裂式等科目演练 此次演习有助于深化参演国海军务实合作 进一步展示共同维护海上安全 大陆国防部宣布与俄罗斯和伊朗展开为期五天的安全纽带 在2023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地点就在阿拉伯海西北方的阿曼湾 将持续到3月19号 不光如此 大陆国务院旗下的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宣布 已经和沙奥地阿拉伯国家银行完成 第一笔人民币的贷款合作 这也是该行与沙国金融机构之间的首次合作 与沙特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的贷款合作 将有效支持中沙两国相关领域的进出口贸易便利化 大陆和中东地区往来密切 同一时间美国也将和南海盟友菲律宾 于4月11号到28号举行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美菲联合军演 本次军演美菲两国合计动员超过1万7千人 根据美菲联合军演发言人洛基科表示 4月登场的大规模军演将在北里宋岛 安地克以及菲律宾距南海最近的巴拉望岛举行 更将在南海进行首次的实弹射击 可以看出非国总统小马克是就任之后 面对南海紧张其事 正积极让美菲两国关系升温 记者里的和综合报道 正对南韩总统尹习岳访问日本 这也是睽睿12年首度有南韩总统访问日本 而对此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日韩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共同合作维护地区的和平及供应链的稳定 但是他同时也亦有所指的表示 反对个别国家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我们一贯要求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以诚实和负责任的态度 妥善处理历史问题 在此基础上 同亚洲邻国发展正常国家关系 中日韩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 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产工链稳定畅通 符合三方及地区共同利益 中方反对个别国家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希望日韩关系能够朝着有利于地区和平 稳定与繁荣的方向发展 南韩总统尹习岳今天出访日本 这是日韩领袖会为12年重启双边互访 但就在日韩破冰之际 北韩连日发射飞弹挑衅 南韩军方研判 北韩今天所发射的疑似是新型固体燃料 洲际弹道导弹 飞弹飞行大约1000公里 呛声致函领袖会谈 台阁两天北韩又发射飞弹 南韩军方表示 北韩16号上午7点10分左右 在平壤顺安一带朝着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发射一枚疑似ICBM洲际弹道导弹 以高角度发射飞行约1000公里 日本NHK指出导弹高度最高达到6000公里以上 南韩正在分析型号 不排除是新型固体燃料洲际导弹 也可能是现有的火星15或火星17 这是北韩今年以来第6次发射弹道导弹 就选在日韩会谈当天 南韩总统隐席越带着夫人金剑西 从首尔出发 16号下午将在东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 这是日韩睽違12年重启双边领袖访问行程 可说是日韩破冰之旅 两国预计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 但预料不会发布日韩共同宣言 美韩连日军演14号开始进行长达36小时 昼夜持续出击演练 南韩空军KF16战机摸黑升空 还出动F35A F15K等 模拟北韩挑衅空军昼夜交替出击 在朝鲜半岛紧张之下 映夕月访日 日韩有望破冰 前南韩陆军司令全人凡就指出 朝鲜半岛有事时不可能独立作战 南韩在安保上需要日本是事实 反之若日本有事也需要南韩 纯齿相依 记者综合报道 针对台湾外交部向宏都拉斯喊话 呼吁不要落入大陆的晶元陷阱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今天在记者会上回应一个中国原则是各国外交关系的基础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前提 近年来 巴拿马 萨尔瓦多 多米尼加 尼加拉瓜等国相继同中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后 双边务视合作快速发展 有力助推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给各个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同包括宏都拉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相信这将为宏都拉斯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 创造更多机遇 针对你提到的有关台湾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言论 我们要指出的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的立场 终将以失败而告终 他是澎湖福蓬喜来登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在加分 驰人体之间是什么 如果在你人体之间是不错的 我听说是这一种的氨基酸 那么是什么氨基酸